作为不会使用魔法的废物 少年静静平一把剑就颠覆了整个世界 成为了魔法世界中唯一的战士 他的斩机甚至能凌驾在魔法之上 男主名叫威尔 是魔法学院的六年级学生 老师知道他不会使用魔法 于是便故意刁难让他上台给同学们做示范 老师认为男主是个无可救药的书呆子 突然台下红毛挥动魔杖迎唱咒语 用火焰把讲台上的硫磺点燃 可事后老师并没有惩罚红毛 而是用冰魔法将火焰冻结 宣称这个世界只有魔法才是最强 像男主这样图有知识却无法使用魔法的人 他建议是尽早离开学院 课间红毛带着小弟找上男主 嘲讽他只会用地下城的低阶魔物赚学分 话音刚落 不远处就走来了一个妹子为男主打抱不平 让红毛不准侮辱自己的朋友 他的温柔和努力远超常人 听到这话红毛大笑出声 凭借这种东西根本无法成为伟大的魔导师 至高武装更是想都别想 等红毛离开 有这么可爱的妹子替他担心 见被一直夸奖 妹子羞得脸红成了泡泡茶虎 二人闲聊期间 不经意提到了最强的魔法师至高武装 很久以前人们对天空一无所知 被关闭在黑暗中 世界遭受天上侵略者的威胁 挺身而出的是五位魔法师 他们驱逐侵略者后对天师家封印 为世界带来和平 至高武装这个最强的称号至今仍被人们继承了下来 象征着魔导师的荣誉 而武装之一的兵机之杖 现在正从天际的窗边看着这里 原来男主和他是青梅竹马 曾经约定一起成为至高武装 然后去最接近天空的那座塔顶端 观赏天空另一边的美丽夕阳 可如今只有青梅竹马完成了梦想 成为了最年轻的至高武装抵达了塔顶 男主却是个连魔法都不会的废物 他不想放弃当时的约定 所以才一直努力提升实力 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站在他身旁 瓦克纳老师得知 男主又未经许可跑去地下城 而且还是独自闯入第七层 打倒魔物赚到了两个学分 男主想成为至高武装登上塔顶 就必须升学到上院 需要学科数科和实习的大量学分 由于不会使用魔法 所以就拿不到数科的学分 此话一出男主也明白 自己只能靠实习用地下城赚取学分 但光凭实习基本没有升学的可逐 他别说成为至高武装了 连能不能毕业都很危险 所以这个星期内必须拿到四个学分才行 男主想从笔记中找出办法 这时老师开口表示 有巴斯卡维尔在第六层出现 正好他还没讨伐过 可让男主不知道的是 红毛在门外将二人的对话全部听了去 他想截足仙灯干掉魔物 让男主被学院退学 很快就到了晚上 男主兴高采烈带着屎魔出发 只要小心火焰吐息 就不会像之前一样被烤焦 小黑敏锐的嗅觉是找到巴斯卡维尔的关键 与此同时 红毛也带着小弟来到第六层 就在三人寻找魔物的时候 竟突然遭到袭击 魔物一拳就干掉了一个倒霉蛋 凄惨的哀嚎瞬间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于是他一路狂奔赶往现场 这只魔物名叫邪灵哨兵 价值高达十血分 正常来说 他应该栖息在更底下的楼层 由于双方的等级相差不大 所以红毛的攻击 对魔物没有任何效果 眼看魔物离红毛越来越近 男主的内心陷入了纠结 他真的应该去救这种欺负自己的人吗 突然青梅竹马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男主下定决心后 便戴上了艾尔菲送他的眼镜 在千军一发之际将红毛救下 而另一边 老师发现红毛三人擅自跑去地下城 于是他过来想让瓦克纳老师派使魔去寻找 但在听到去的是第六层时 瓦克纳老师却露出笑容 随后用水晶球开始寻找男主的位置 一番交手下来 男主完美挡住了魔物的攻击 并且还找准时机给对方造成伤害 看到这一幕老师也是一脸震惊 瓦克纳老师解释男主是个异端 拥有魔导是不该有的怪力 矮人族般的强韧性 再加上看一眼就能掌握敌人行动的洞察力 男主确实完全无法使用魔法 但他是在这个魔法世界中唯一的战士 斩机甚至能凌驾于魔法之上 男主解决魔物后想拉红毛起来 可这家伙却咬牙满是不甘 老师的内心也无法接受 竟有不会用魔法还凌驾于魔法之上的存在 第二天男主来到瓦克纳老师这里 用邪灵哨兵换了十个学分 少年颠覆世界的故事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作为最接近至高武装的魔导师 竟然在一个不会魔法的战士手上吃了亏 让剑成功够到了账 最终他不得不把答应的武学分给了男主 成为至高武装就必须获得最高学府上院的认可 而晋升上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创造出新魔法 其二是在这所学院拿到7200个以上的学分 大多数人只能靠拿学分去升学 男主自然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 瓦克纳老师让他们连续进行模拟考 还有斯巴达式的魔法之道 虽然男主取得了所有学科学分 但他在魔法考试中却一分都拿不到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不远处突然传来吵闹声 红毛的小弟正在和同学们吹嘘 他们在迷宫打倒了价值十分的邪灵少兵 可红毛知道这都是男主的功劳 所以见男主路过 他瞬间怒火中烧 拨开人群来到男主面前 在妹子的阻拦下 红毛没有对男主动手 而是转身气呼呼离开了 与此同时 爱德沃老师来到了校长室 希望校长能让男主退学 学院不需要他这种不是魔导式的战士 听到这话校长开始查看男主的成绩单 不仅学科成绩优异 连魔法考察的着眼点也很有趣 除了不会用魔法以外 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 只要不成为至高武装 未来的出路简直多得不胜美举 为了将之日而培育出贤者 这也是学院的义务 爱德沃老师表示 男主本人并非想成为贤者 只想成为传说中的至高武装 此话一出校长也愁了 他提议让爱德沃来考验男主 如果无法通过他的测试 那爱德沃就可以决定男主的去留 很快爱德沃老师就找到了在自习室的男主 让他一个人跟自己去演练场 美其名曰要亲自辅导他 话音刚落 爱德沃就率先出手发起攻击 只要男主击中他一次就算获胜 并且能得到五个学分 但如果没办法做到 男主就会被退学 爱德沃不能允许无能者仰望至高武装 而另一边 校长把瓦克纳老师叫了过来 随后用魔法投影出了演练场画面 他禁止瓦克纳阻止爱德沃正在进行的测验 就像之前他认同瓦克纳要守护男主的主张 校长认为自己应该公平地认同爱德沃的想法 男主是否有资格以至高武装为目标 他们现在可以在这里好好看清楚 可瓦克纳老师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男主面对的爱德沃老师 是最接近至高武装的男人 虽然最终落败了 但他也是登上塔顶的抵达者 在爱德沃手上 低尖魔法都能发挥出巨大威力 男主想用灵活的身法在背后发起攻击 可爱德沃的防御魔法非常严实 趁此机会 爱德沃再次发起攻击 将男主打倒在地 所有魔法都是无永畅 而且攻守都没有一丝漏洞 男主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打中对方 可还没等他有喘息的机会 爱德沃就又发动了魔法 看到这一幕男主大惊失色 迅速站起身躲闪 爱德沃仿佛化身演奏家 挥舞魔杖在原地指挥魔法 男主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心里明白双方的实力差距 无论如何他都赢不过一级魔导师 可要是手中有剑的话 或许还有机会 见男主败局已定 爱德沃又开始嘴炮 给他出了个关于加萨伦佐之战的题目 矮人族凭借一万兵力引爆叛乱 如果要将其镇压需要多少魔导师 男主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因为他想遵守与爱尔菲的约定 一起登上塔顶去看夕阳 但他不知道的是 史魔琪琪刚才趁乱跑了出来 找到妹子后 示意打开储物柜 妹子心领神会 拿着剑及时赶到扔点的男主 武器在手的瞬间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戴上护目镜之后 眼神中透露着无比的坚定 然而这个举动 却让爱德沃轻轻爆起 他一定要把这持剑的异端者干掉 可下一秒魔法竟被剑斩断 原来男主手中的是破魔之剑 爱德沃对此并不在意 果断发动无数魔法阵同时射击 虽然男主害怕得很想逃离 但突破口只有这一个位置 所以他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一边躲避攻击 一边拉近二人之间的距离 其实刚才说的加萨伦佐之战 还有后续 矮人族的猛将失去了所有同胞 即便如此 他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就连魔导师都称赞他是勇敢的战士 并且认同了对方的地位 在那个时候 剑就已经能与杖体敌了 男主成功给爱德沃造成了伤害 爱德沃也遵守约定 给予了男主五个学分 这场战斗让校长直呼精彩 刻意跳入密集的炮火中 隐蔽自己的行踪 从头顶攻击死角 而且还是足以突破屏障的一击 甚至连续使出超越魔法的斩击 男主的意志堪称不屈不脑